及时锁定股市消息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威尔Sol Time 我是威尔 今天7月19号又到礼拜二 那我们看到说呢 今天股市是比较无聊的一天 今天台北股市是一个就是开低震荡 然后收在平盘下面一点点 那我们昨天其实就有提到说 这个是一个波段反弹的一个 暂时会预压 然后会拉回整理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去套用一些 短线的这个停利停损策略 那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主要像台积电联发科 联电鸿海这些个股来看一下 目前大盘的一个状况 那还是一样请大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先去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会有这个资讯栏位 然后会有这个下拉式选单 会有这个LINE跟Telegram的连接 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点选加入 那如果说不加的话 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盘前盘中盘后 很及时的传送一些 有关于个股或是大盘的一些有用有效的一些资讯给大家 那其实像这边可以让大家再提醒一下说 上个礼拜二我们就有在影片跟这个盘中的时候 其实都有透过讯息LINE跟Telegram去传说 这个WD反弹很有可能就要发生了 那结果呢就连续四天的反弹 前面四天上礼拜三四五到昨天礼拜一都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波段 那昨天呢我们也在这个盘中呢 透过简讯OK 透过LINE跟Telegram的简讯 还有就是影片的部分呢 都有跟大家说 来到一个这个技术性的一个这个反压 那还有可能就会一个拉回修正 那结果昨天晚上呢 美股的确这个纳斯达克下跌0.8% 那肺半也下跌0.5% 那今天台股也是稍微小幅的一个压回整理 那如果说大家不加Telegram跟LINE的话 其实这些资讯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及时的传送给大家 所以还是再次提醒说 在影片的下方的这个下拉式选单 这个资讯栏位呢 会有LINE跟Telegram的连结 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点选加入 那我们看一下说今天几个新闻的大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昨天这个美股就是上工不成 然后压回收低的 以消息面来讲的话 市场上面就说因为昨天呢就传出苹果 等等的一些美国这个大型企业呢 就传出说明年有可能会减缓招聘 那当然言下之意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说 这个市场这个需求在缩减 所以他们也减缓他们员工的一些招聘 那又引起了市场就是对于后续成长的一些担忧 那我们也看到说华尔街不管像JP Morgan啊 Goldman啊等等这些投行 他们的不管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首席经济学家或一些策略长 他们都持续的去看坏目前下半年 这个美国跟全球通膨的一个状况 还有市场经济衰退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我们去看到说这个Baron杂志呢 其实很多华尔街分析师目前他们是持续看好 这个中概股里面又以中概股里面又以中国的这个网路类股呢 其实是特别看好 那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前面一年多 是因为已经跌升了 跌掉差不多七八十趴 像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像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等 那大概还有很多其他像拼多多啊 网易等等 其实这些他们前面一两年都已经跌太深了 那当然主要是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 然后导致说原本很多这些中概股 他们被规划说要强迫从这个美国的纽约证交所下架 所以导致说就是一系列不合理的这个崩跌 但是目前前一阵子其实我们看到说 就是前一阵子这个中国政府提出很多振兴方案 然后导致说这些中概股这个价格回稳 那其实他们目前都有一个持续走遥的一个表现 那目前华尔街的分析师也是看好中国的这个网络类股 大家是可以去参考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前两天市场目前对于联准会 接下来7月要升息 基本上的共识就是一个升三码 那所以目前的市场上不会就没有因为要升四码升太多 去持续的一个恐慌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说美国的这个晶片法案呢 事实上对Intel来讲是一个利多 但是潜在的对台积电来讲 会不会就是一个比较长期潜在的一个利空 因为像我们其实之前谈到说 其实像美国之前把太多的资源放在这个台积电了 那就是目前台积电占全球这个晶片市场的份额太大 那导致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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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他们晶片供给的这个风险 其实就大幅增加 所以他们其实从去年就一直在 就是去拟定一些措施 像是跟日本跟韩国的这些晶片大厂去合作 那甚至去就是提出这个法案 让他们就是很多的这个晶片要回流美国去生产 那当然就是利多Intel 但是对这个台积电以长期来看 可能大家就去好好的考量一下 就是因为有些投资人认为说台积电以中长期来看的话 他就上看一千两千 甚至就永远都会很好的这个状况 那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呢 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再回到台股大盘的部分 我们看到说前面这几天呢 这个外资期货是转进多又转进空 然后昨天又转进多 所以其实就有点多空将变来变去 那我们也知道说通常这样的情况就是 这个反弹已经暂时到了一个要休息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今天就是盘后这个选择圈 这个未平常量呢 主要都是大量在14600跟14700 所以很有可能明天就会在这个价格区间 周三的期货就会去 在这个价格区间做一个结算 那今天目前收盘收在14600左右 那刚好就是在14600跟14700之间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大盘呢 是就是开低震荡 然后收在这个品牌以下下跌0.17% 然后成交量连2000亿都不到 只有1960亿 那算是一个价跌量缩 那目前我们就会认为说反弹了 到这边可能就是暂时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会在这附近整理呢 还会拉回休息 我们就要看接下来几天 整个这个是美股 纳斯达克跟飞半 还有台股的一些全职股的一些表现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日线的部分呢 是勉强去收复了这个绿色的这个 20日均线 所以其实向上 还是相对有一些机会的 但是当然就是所谓的上游压下游层 目前是这个状况 那我们目前看到说 以日线技术线形来看的话呢 其实即使它去突破 继续向上突破 接下来到14750到14800这个区间的话 还是会遭受前波大量的这个 非常大的一些卖压 所以其实它要一次性的去突破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那我们看到说 我们昨天也是用纳斯达克指数的线形去看呢 就是说昨天我们就说 本周还有可能随时会拉回整理 那短线操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去做停力停顺 结果昨天纳斯达克就是一个下跌0.8% 是向上去挑战的这1615 然后结果就预压拉回持续去拉回 然后目前是在5日11均线之下 那后续我们就要观察它会不会是持续做一个拉回 那以费半指数也是一样 在最那边的那个黄色的圈圈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昨天也是向上去挑战这个2750的这个压力 但是如果说以斜线的这个压力呢 它其实我们以过去今年一个波段的这个下跌趋势来看 其实它很难一次性的就去突破 然后直接再向上一层低层的这个压力去挑战 所以很有可能在这边就会做一个修正拉回 在这个昨天碰到这个2750以后 目前压回到这个2679 2680左右 那我们也要观察接下来几天 会不会持续去做一个向下拉回整理 那我们来看台股这个全职股 台积电2330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提到说 它在500跟510的这个压力其实非常大 不管是以技术面来看 或者是以关键价位来看 所以其实这波反弹 其实从440谈到了490几 其实对于不管是停力或者是停损的人 其实应该是要暂时性的 要要要要要要知足常乐一点 因为反而对我来讲呢 那如果说它价格 如果说还有机会谈到500跟500之间呢 我反而会是一个多单转为空单的一个策略 大家特别注意 那以联电来看 它今天也是勉强去收复这20均线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站稳 这个40这个关键价位之上 所以后续这几天 明后两天我们就还要持续关注这几档 那今天联发科是相对比较强势 它今天是收红小涨0.15% 然后是收在所有的短期均线之上 那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外资呢 其实跟主力呢也是就是在联发科上面做一个转强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档其实目前是一个多空交战 多空交杂的一个状况 以鸿汉2317来看 它今天就是相对一个走弱 就是算是跌幅有一定的跌幅跌了快1% 然后是收收回了这个五日均线之下 那目前呢这个外资跟主力的筹码都是在转弱当中 OK 那在这样子的这个盘面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其实之前提到说 在反弹的时候先去大涨的主要都会是一些 像这个全值股去拉抬这个指数 那在这个反弹接近一个休息的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这个资金就比较有可能去扩散外溢到一些像是中小型股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这几天去持有这个雅力 做这个重店的1514呢 它是今天持续去大涨了3.3%左右 那目前这个技术线型均线是全部的持续走强 那也是价量起扬 那我们看到筹码外资跟主力也是持续去强 指标也是向上 大户也是持续去增持 所以我们目前就会持续去持有它 后续可以来做一个关注 那刚才还是提醒大家说 接下来就是我们 永远不要去做两手空空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调整 跟持股上面的缩减 部位大小的调整 跟持股类型的调整 那是永远不要两手空空 那接下来如果说盘市要进入一个整理 或一个拉回的话 像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持股 当然今天的表现比较不好 大部分都是绿的 但是我们就看好说 它接下来几天 如果说是持续去一个震荡整理 或一个拉回的话 其实这些资金就还是会去往我们持有 这些中小型个股去做一个扩散 那接下来几天我们就可以持续来做一个验证 那最后其实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说7月中有一个大新闻就是说大家本来以为说一直认为说全世界电动车做最大就是这个Tesla 但是在7月呢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中国最大这个车厂BRD BYD 它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电动车的销售量呢已经超越了Tesla了 那其实我们以他们的这个股价就是说从今年3月到目前呢也可以去看出一个端倪BRD的涨幅呢其实已经超过100%了 那而Tesla呢从4月到现在却是大跌了40% 那这个如果说有在透过一些像是傅委托去交易这个美股跟港股的啊或者是透过一些海外券商也都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那还是一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每一档都讲太太细那还是一样请不要忘记加我的LINE跟Telegram在影片的下方资讯栏我会有这个连结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加入 那也希望说大家不建议也帮我们在下方按个赞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你想赚钱吗